我们平常用的电脑可能是Windows 但现在手机来讲 比如说大量是安卓电脑 耗制服务器上的Linux 其实都是开源的 第一张图就是我在开源软件上的贡献和别人 和相当于对于程度员来说的一些评价 然后左下角那张图相对来说是一个排名 大概就是说这个渣瓦领域排名 这上大概显示的是世界80多名吧 就是光按GateHub上的死大数来算 最好成绩大概是死大数是全球前50 中国前10大概是这么个长久 从他介绍自己的这个技术背景的时候 就给人一个眼前一亮的感觉 那么在技术圈呢 这个GateHub呢 是一个相当有名的开源社区 那么他能够拿到全球100多位 中国前10的这样的一个star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非常厉害的选手 我看到他的背景以后 我知道这就是我想到的人 所以我内心的东西想的就是 一定要把这个人拿下来 一边我给你加分一下 你给大家介绍一下 任人介绍一下 那个GateHub在star在全中国前10 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首先这个前10名不光是个人 他既播客了个人 也播客了组织 像Java方向的第一名 其实是阿里巴巴是一个集团 就是从某种意义上 我不光跟个人做竞争 还有跟组织来做竞争 然后来讲的话 如果算个人 尤其我写两个项目 是安卓项目 当时如果光算个人的话 大概是中国第三或第四 这么个star数 我说明是一个高手 就是当然star数跟技术水平 不是直接成线性关系的 但是从某种意义上也是认可度 就越多什么 得到相当多人的一个认可程度 下一张图 其实主要就是 之前做的一些产品 按照公司的说法 大概叫什么互联网生态 综合金融服务系统 这么一套互联网金融的东西 然后大概的前四张图 都是这套系统的 然后右下角两张图 是相当于一个P2B的一个平台 然后剩下两张 最后一张蓝的是 之前都一个工具类的一个产品 大概是这个 还有吗 没有了 没有了 你上一份工作是在 一家投资公司 离职的原因是什么 主要是感觉 这个公司的主营业务 还是投资方向 然后我做的相当于 是它的一个互联网金融部门 但是这个公司的各方面资源 可能因为毕竟不是互联网公司 可能思路方面不是特别的一致 所以你还是想去互联网公司 或者是非常 就是真正想做互联网产品的 其他的一些产业 因为互联网产业现在可能能跟 非常非常多的产业来做结合 你在上一份工作当中的职位是什么 相当于技术负责人 或技术总监 你带领多少人 五十多人 五十多人 六十多 现在五十多人 那你的管理方式更倾向于 基本上来讲 还是偏互联网企业的这种管理方式 就是相对比较扁平 相对比较扁平 对 但是可能就是每一个职能 也有一个小雷的来向我汇报 然后也就这一集了 然后再没有 跟他们关系输得好吗 基本都比较不错 比较不错 大家还是挺服从你的领导 对对对 同时就是工作之一 也都跟这个哥们儿这种 所以你刚才说 你这次来主要是想去 纯互联网行业 或者真正想做互联网产品的行业 对对对 你有没有对目前的这十二家企业 做过了解 有哪些企业是符合你的要求 比方说理财范 可能是一家做互联网金融这个方向 然后包括中安保险 我也是中安保险的用户之一 然后可能就对这两 然后包括那个微数据这块 现在也是这个 互联网大幅去这个方向 你要求薪资多少呢 我要求薪资大概年薪60左右 每个月的底薪不低于多少 可以接受 三万五 你有地域的限制吗 倾向于北京 但其他地方也都OK 来把问题留到第二环节 第一轮环节我们先选一下 第一轮环节的基础了解 大概应该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况 来第一轮选择学货累 还有实际战争 接下来我们去天生 我有看 来白给陈叶明的智商考 听他出来 小李上任公司不久 你发现他偷懒 不努力工作 并且令同事之间互相猜忌 考虑过后你决定解雇他 你会怎么做 A 叫他进来直接解雇 B 以温和的语气外交辞令 向他解释 他实在不适合在本公司工作 C 把他解雇 然后安慰他的下属 叫大家安心工作 B 叫助手告诉他 你被截屏 其实我做过类似的这么一件事情 你当时选的是哪个 当时其实相当于B和C都在做 然后同时还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 那你今天会选择哪个呢 今天要让我就是只能选一个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B吧 第二个 第二项 为什么 就是一个是来讲的话 就是不可能在这个 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 就直接把他给fire掉 所以A 我肯定是不会选的 然后像C选项 比如说安慰杀腐这种工作 我肯定也会做 但我看C好像把他解雇 也是相对比较直接的一种方式 就解雇掉 你还是喜欢委婉一些 对 而且我肯定要对他做工作 那第一很委婉呢 最后一个很委婉呢 叫助手告诉他 不尊重 对 是一种不尊重 尤其这个人 可能是我招进来 或者至少我认可招进来的 所以即使他各方面不合适 我也一定要对他 有Face的一些沟通 如果你自己被开的话 你希望选择哪个答案 你自己被解雇 你希望上次 按哪个答案来对待你 如果只能从这四个答案中选的话 那也需要选择B了 还是选择B 就是他必须要跟我有焦虑 我会选择C 这个已经不符合公司价值观的人 解评他是必须的 他走了对企业不重要 但是这是一个容易令同事互相猜忌的人 所以我最需要是让整个团队保持稳定 这才是重要的目的 直接Face 但是我必须让他下面的团队明白 他为什么在Face 下面的人能够正常开展公司 这个题考的刚好是一个技术管理杠 就是你得从另外一个角度 就是你的数据安全怎么办 你这时候不考虑这个问题吗 对 所以就是从某种意义上 就是这每一个答案都不全 所以我刚才也说 那你说一个你理想中最全的答案是什么 我想听你思路 就是有好几方面 就是第一个方面来讲的话 就是我做出决定之前 就是可能我得考察一下他的工作的职责 大理师可能哪个块只职责 那么北方 北方像您刚才说的数据安全这块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是非常非常重要 就是哪怕这个人 比如说被Fare掉了 不在这儿来做了 那么一方面是数据 一方面是整体这个工厂 就这两块来讲的话 都是不可换缺的 你怎么做到不泄露 因为你都要开掉它了 那么工作之前 其实我可以把它的权限都已经是设成没有 相当于他已经没法通过之后的一些手段 来从我的地方提起数据 当然他可能之前记住的一些数据 那也没有什么 还有吗 还有吗 然后再就是跟他沟通 然后可能还要跟他周围的同事 包括他的下属来说什么这个情况 老板们有直接选A的吗 我直接选A 我选A 这种员工的话 我的观点就是直接叫他进来 直接就解雇了 因为如果他只是在工作当中偷懒的话 那么B和C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但是这个员工 他已经引起了其他同事的互相猜忌 那就不需要给到他面子 直接FIRE是为民除害 我觉得他说A不太适合 因为其实我年轻的时候我就会选A 但是我现在以我现在的经验我会选B 因为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也用这个温和的语气 跟他说他为什么不适合告诉他 但是假如说这个人不是特别重要 我通常不亲不亲亲自说 我直接就叫助手让他走 小燕姐这样的做法会引起 他会在各种的平台去诋毁公司 或者去蛊惑其他的他的下属也好 哎呀人的嘴你这一辈子你还真怕出来混 还怕被人说吗 所以我觉得这些事真的不重要 因为我们自己做的坦荡 他不管怎么说 他将来是不改的话 他早晚有一天他一定摔大跟头 这点你根本不用担心 也不用怕他诋毁你 可是现在的创业型公司来讲 我们不能把我们的公司 成为他摔的大跟头的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台阶 我们没有时间去浪费 在这样的员工身上 我一般都会让他终结在我这 我告诉他你不要再去坑下一个老板 我就是你的终结者 我一般都是这样 我绝对不收了 从某种角度上来说 去辞退一个相对于比较技术骨干的人 如果你想不留遗憾 让他带着愧疚离开 我觉得B应该还算是不错的选择 那个我想问一下一面 因为我觉得你的专业技能一定是 我不太了解 但是有一个问题 其实你每一份的离职原因 第一个最近的是寻找更好的平台 第二个北京资源更多 包括你下面是发展方向不明确而转型 所以假如今天理财法把你招进去了 开到了你想象的五万的薪资 可是在里面 假如你待了不到半年 有另外一个平台开到八万 所以你会让企业视频有这样的风险 就是你只看所谓的发展方向 和所谓的金钱利益的吸引 如果针对这个问题怎么解释 首先是这个样 就是第一个方向来讲的话 就是对于我来说 这个薪资方向 某种意义上肯定不是最重要的一个方向 就是一般来讲 就是说工资再怎么定 也可以过了我的稳保线了 还是没问题 但是这个自由确实 对我来说是相对比较重要的 所以来讲的话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就比方说跟公司交流的时候 就一方面是公司在选择我 同时某种意义上也是在我在选择公司 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双向的选择 所以来讲的话我在入职以前 我肯定也会考量这公司 现在来说各个方面的一些因素 然后再也就是说 我虽然来讲的话 没有一家公司待的时间特别长 但是至少就互联网行业来讲的话 我也没有在一家公司待的时间特别短 没有一家少一年了 都在一年以上 你觉得是什么样的氛围 或者管理的环境 或者某个人任何一个点 就是让你最受不了的 哦